这是人类史上最恐怖的实验 科学家利用活人的神经网络 从中分离出了人类的灵魂 并用凝聚态打印出一个个幽灵士兵 他们的移动速度极快 身体可以在量子状态下随意凝聚 活人一旦接触就会瞬间死亡 故事发生在2016年的中东战场 一支精英小队熟练地潜入敌军大墓 但奇怪的是这里面空无一人 只在地上发现了两具不同寻常的尸体 他们双眼泛白 全身上下找不到任何伤口 随着精英小队继续深入调查 前方突然出现了数不清的尸体 所有人都是一击毙命 身上同样找不到任何外伤的痕迹 就在众人一头雾水的时候 这时一名士兵发现了异常 在他正前方的空地上 突然出现了一团白色的雾状不明屋 起初他以为是护目镜上的屋子 但那个东西却在不规则地运动 更诡异的是 他连开树枪子弹却全部落空 然而下一秒 听见动静的士兵立即赶去支援 却突然遭到了不明物体袭击 他们的移动速度极快 只有特制的护目镜才能看见 但常规武器对上这种东西 完全起不到丝毫作用 只是短短十几秒钟 一整支精英小队就死伤过半 指挥官立即下令全部撤退 但那个东西就好像拥有意识 毫不留情地对所有人展开血腥屠杀 剩下的人只能从窗户所降逃走 但这事已经来不及了 白色的幽灵就仿佛夺命的死士 完全不给他们逃走的机会 最终只有一名士兵幸存了下人 直到他们通过摄像机 才终于看清了那个东西的样子 他拥有不同寻常的移动速度 身体可以在有形和无形之间随意切换 然而更恐怖的是 这东西有着一张人类的面孔 为了掩护受伤的队员撤退 指挥官向门口发射了一枚火箭弹 可等硝烟散去 那个东西突然冲出烟雾 将指挥官毫不留情地当场击杀 这下所有人都懵了 然而真正的屠杀才刚刚开始 随后冲出大楼的士兵 被幽灵一个接着一个夺走了生命 幸存下来的人已经被吓破了膽子 他们慌乱地回到装甲车 急忙离开了这处痴人的修罗场 然而还不等他们喘口气 装甲车突然压到了地雷 重达数十吨的钢铁巨兽 在爆炸声中被掀翻在地 等一切尘埃落定 从大楼中出来的唯一幸存者 也在刚才的爆炸中扭断了脖子 他们只能带上装备 前往最近的撤离点等待救援 没有人知道这些幽灵从何而来 他们只是突然出现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里 然后无差别地攻击人类 死者的灵魂会在瞬间被抽离身体 只在原地留下一具空白的去巧 唯有特质的护目镜 才能看到幽灵的模糊身影 但糟糕的是 经过刚才一面倒的战斗 所有士兵的护目镜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他们现在全都变成了瞎子 好在随行的博士 把可以召见幽灵的摄像机带回来 然而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